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大家想想看 在过去的一周当中 曾有哪些人得罪过你 他到底做了什么样可恶的事情 想到后 你们放学就到沙滩边上找一块石头 把他的名字贴在那个石头上 如果他真的很讨厌 很惹你生气 你就找一块大点的石头 如果他的错是小错 你就找一块小的 每天把别人做错的事情带到学校里来给老师看 学生们对老师的提议非常有兴趣 马上放学之后 抢着到河边去找这种鹅卵石 第二天一大早 大家装着河边的鹅卵石就带着带着带着到学校里来了 兴高采烈地讨论着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 三天过去 有的人袋子里装着恨着人的口袋里的石子越来越多 成了负担 终于有人提起意见 老师 我们好累啊 老师没有说话 立刻有人喊 对啊 每天背着这些石头来上课 真累啊 这时候老师开口了 他笑着说 同学们 那就放下这些代表别人犯过错误的石头吧 孩子们有些惊讶 老师说 学会宽恕别人的过错 不要把它作为一件宝贝一样放在自己的身上 扛在肩上 记在心里 时间久了 你就会把别人的缺点让你自己沾染上 这班同学上到了人生最宝贵的一刻 带你装得越多 越大的石头 别人的错误就在你心中存留越多 越深的仇恨 所造成的心理不担就会太大 为什么人间越烦越恼 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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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烦恼 为什么人间越恨越想恨 越恨越放不下 所以这就叫越来越恼 人生就是这样 要学会菩萨就必须放下别人对自己的业障 别人的缺点 犹如病毒 我们没有必要把它藏在自己的心里 越长对自己的伤害会越深 有一个老妈妈 年轻的时候 儿子在众多人面前羞辱过他 二十八年没有理这个儿子 自己有一天要走的时候 睡在床上 快要走了 姐姐把兄弟带过来 跪在妈妈身边说 妈妈 哥哥来看你了 你原谅他吧 这时候这个老妈妈眼睛闭着不讲话 妈妈 你就原谅哥哥吧 老妈妈终于开口了 我到时也不会原谅他 走了 人生这么大的胸怀 为了一句话可以记他一辈子 为了一件事情可以让自己受伤一辈子 这就叫愚痴啊 希望我们放下过去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好好地慈悲对别人 那你的心胸将像菩萨一样的宽广和伟大呀 现代社会人崇尚的是物质享受 却忽略了精神上的充实 所以带来了太多的心灵扭曲啊 认为大家都是这么做 在迷茫 大家都在挥霍浪费 我也应该这么做 其实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空虚和痛苦啊 学佛人要学会放下对物质的无穷欲望 我们要学会去探索完善人类的心灵世界 每天把不好的心神垃圾不要放在心上 要去倒掉 不要把别人对自己的伤害 把自己做错的事情牢牢地放在心上 念念礼佛大忏悔文 好好地忏悔自己对不起的人 好好地能够学菩萨 宽容 感恩 知足 你才能在人间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啊 台长在节目当中经常呢 就是回答大家问题 有一天呢 台长就是上两个礼拜吧 台长看到一个听众血液不好 血少板减少 经常头晕 他掉过孩子 关节还会响 台长还指出他的业障很多 他呢都说是对的 下面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卢校长你好你好 我想看一下那个 我是七六年属龙的 你要当心啊 你的血液不好啊 你的血小板减少 经常头会晕的 太对了 我头好痛啊 你有掉过孩子 对对对对 我现在头晕什么是不是 都是他 都是他 本来能一直在你身上 让你这个地方不舒服 那地方不舒服 对对对 一念之后呢 他知道你开始还他债了嘛 他就不是一天到晚在你身上 他一离开你呢 你马上舒服了 明白了吧 是是是 那我再问一下 那我 我现在应该注意什么呢 应该 注意腰 腰不好 腰不好 还腿 关节 对我关节一向是不好的 哐哐哐哐响的 对对对 那请问一下 我身上念 业障比较多是吧 坏事以前是不是做的挺多的 对对对 你就是结婚之前 朋友谈了太多了 啊 什么 结婚之前 朋友谈了太多了 是你叫我讲的想的 对对对 没关系 我反正就是为了好好反省 你好好的反省了 过去就 过去 过去就是说自己不减点的 所以有时候 就会遗留下很多的业障 现在赶快把它念掉 不念掉不行的 行行行 谢谢您 罗太导 谢谢 是他叫我讲的想了 我呢 告诉大家 如果你不来人间啊 你不知道人生之苦的 所以 如果不去生活 你哪来的知道拥有和失去啊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珍惜 珍惜就是失去带来痛苦的最好的良药 所以我们不想承受失去的痛苦 就应该不要太去贪 太去得 因为得到的最后结果就是失去 所以昨天晚上我也讲 人生最重要的是 接受有 成是无 承受无 所以既然有了 我们就好好地随缘 既然没有了 我们也要能够承受 因为我们来这个世界 我们从来没有拥有过 最后走的时候 我们也从来没有失去过 因为空空的来 空空的走 这就叫空即是色 啊 如此 是 kayak Hop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